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废反复再确认 一刷再刷出国搭机不手软狂刷 慢慢累积回馈里程点数来换取免费机票 不过部分业者有限制点数效期 现在碰上疫情短时间没办法出国 那点数该怎么办 是用卡累积的点数都是两年 然后航空公司大概期限大致都是三年 专家教大家小配包三种方法来解套 另一家信用卡能将点数里程 转到亚洲万里通就能延后18个月 又或者部分信用卡公司也有方案 期限内刷卡就会自动延后 最后就是将点数转到无期限卡 像是达美或是联合航空 如果你希望你的这个点数不要过期的话 大致有三种方法 有一些是这个 只要你持续有新的点数进来 只要你持续有飞 你有新的里程就可以再往后 碰上疫情不能出国 里程点数就怕因此报废 专家点出方式要大家别担心 因为目前部分信用卡及航空公司 都有里程延长方案 只要掌握这三种方式 民众就能将累积到的里程效期继续延长 三内新闻许书伟红冲响台中彰化报导